三次国小乐林学习中心每周二的手工艺班很特别 老师将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废弃物赋予新生命 成为一件件有趣又充满乐趣的生活小物 开心的指着柜子里的一件件作品就像宝贝一般 这里是每周二三只国小乐林学习中心的手工艺班 十多位的长辈围坐在回收物前利用铝箔包要来做帽子 还有许多生活中不起眼的废弃物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也都被赋予新的生命 成为一件件有用又充满乐趣的生活小物 这都拿什么来做 环保你丢我捡 这几盆也是我们保利都抓的 这都家水架 水架 老师你有什么 你拿来做的材质有几种 有吗 我现在不做几千行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 你是这样 这也是青菜叫叫 有了这样青菜做做就好适合适 好适合适 这些老人我就骗这些老人就对了 手工艺老师说 这些都是生活中累积起来的智慧 像是铝箔包铝罐 还有塑胶袋 甚至是塑胶吸管 都可以做变化 打造成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 还不止如此 快要80岁的老师 每周都会趁着课堂 带着长辈们做运动动健康 可以说是静态动态兼具的一堂课 引发长辈们更是参与的相当踊跃 哦 欢喜哦 都骗什么 我骗很多 你去老旁边 蛤 骑厨 草厨 鱼厨 衣服 帽子 花 在那些花都做过 因为我来这儿骗很久了 做到有幸福了 老师也有教 教得很好 大家欢喜心都来做 来学习的长辈说 每周最期待的就是来到课堂上上课 看着老师的智慧 变化出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 自己也会给老师不一样的回馈与分享 因此也激荡出琳琅满目上千件的变化作品 还有在手作的过程中 大家说笑聊天 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舞 如此一来学到了生活智慧 也让心情都愉快了起来 记者拉平和三军采访报道